大家好,我是Ivan 今天我订阅了一款新的游戏 就是叫International Football Simulator 顧名思义 是一个游戏 一些国家的足球队的游戏 其实这里也是挺好的 你可以在这个方法 教练习业 区域、区域、区域 区域应该是类似世界 还有一个方法 我今次就是想 去将 他这里总共有224 去分成10个 Lig Groupe A 是最高 Groupe B Groupe J Groupe B 到Groupe D 我就有 include两个 每一个 我叫做Season完 就会有3队 3队 最后 Groupe F 去到Groupe J 就是比较低游的球队 所以我都没有特意去加个Playoff 每一个League 都有20队 每一队都要跟对方打6次 所以如果真的 比较高的球队 应该都会比较明显 结果 差的应该都会是战底 那 你会看到 今次的 球队 有224队 因为 这里总共只有 200队 所以应该有24队 没有包到 一起来看看 究竟 最高 世界排名是哪一队 就是法国 和现实都差不多 法国第1 西班牙第2 巴西第3 比利时第4 德国第5 波 葡萄牙第6 英蘭第7 意大利第8 荷兰第9 污拉贵第10 阿根廷没有投10 那 即管看看 究竟 CREATE Groupe 好了 10个League 由League A 到League J 都已经CREATE 这里很明显 你会看到League A 所有 那20队 全部都是 他所说的世界 排名头20的球队 那 其实这一 组真的会 有一些很 interesting的 match up 那 就 给你们看 League B League C 那些 那我现在都 很快地 走过去 那 看看香港是哪一组 香港是League G 那 跟台湾和India 同一组 那 好期待香港 足球的表演 那 现在 立刻来 试一下 SIMULES 一场 你会看到 现在的 match up 都会慢慢地 去 进行 这些都是 一些 result 那 那 到这个 match day 2 啦 好啦 那 其实已经是 SIMULES完 第一季了 那 因为每一队都要 对其他一队六次 所以 每一个season 就是19x6 就是 114 那 你会看到 其实 League A 哇 真是出乎意料 我 竟然是Corexia 第一 澳洲 以3分 第二 SERBIA 欠 第二 4分 我 第三 你会看到 其实 很近 分数 第四名 巴西 171 170 比利是 166 France 哇 我真是没想过 打了114 分数都差那么近 其实Corexia 第一都不是说 差很远 他都输了3 5 那 接着 哇 荷蘭第十一 西巴尔十二 德国十三 英格兰十四 接着 是 Ralegate 去League B 是葡萄牙 哥倫比亚 和瑞典的 但是 你会看到 他们成绩都不算很差 都有 123 15 132 瑞士 就僅僅 1分 丹麥 2分 就逃过 relegation 那这个是League B 第一就是Turkey 第二是Russia 第三是折克 relegate 就是 南韩 美国 和Scotland 到League C League C 就是 185分的 阿哥多尔 威洛瑞拉 以及 Egypt 哇 这里都非常近 185 183 然后 relegate 就是 埋賣家 Costa Rica 以及 Finnan 那 League 有Toko China 以及 Canada 那 那 这些都 不特别说了 那 慢慢给你们看看 每一个 League 哪一对 升哪一对 那 那 这里有一对 有两对 拿了200分 那 那 香港 就真的 比较差一点 是 就是 降了 去 League H 那 输了71 那 你看到 那 正勝球 是-173 那 其他 下方 League H 之后 那些 国家 应该我都 不太懂了 我这一队 拿得44分 那 还有 月落的球队 应该可能差距越远 那 你看到这里 基本上 由第14名 或以下 全部都 未能够拿到100分 那 第一季都结束了 那 我现在就会去SIMULAS 第二至第五季 那 可能之后那些SIMULAS 我都会去SIMULAS 那 那 怎样才是 冠军呢 那 我呢 就会去看看League A的 頭三队 那 那 这五季出现得最多 在League A的 頭三队 的 国家 就是 我会当它是 冠军的了 那 就 儘管看看 哪一个 拿到这个冠军的席位 好了 来到Season 2的完结了 那 你会看到 League A的 頭三名 是 Serbia Argentina 和Naterlands 那 有Serbia以196分 拿第一 那 其实 上一季就拿第三 今季就拿第一 那 都是非常之不错的成绩 那 而且 他那个 就是 叫做 塞球呢 都是全个League 最少的塞得 那 今季都 頭三名 就没有那么近 196分 187分 以及171分 那 就 那 那 是 俄罗斯 西哥 和 Albania 这个 就是 League D League A 这里 League J 终于有一队 是去到100win了 应该是 暂时第一队 去到100win 还有 那个 Points 去到 過300分 309分 那 还有 这套 都 創了 最低的成绩 最差的成绩 是 0win 4 draw 和110 loss 的 那 只有4分 是 真的差了一点 那 现在就会 立即 去第三季 好了 来到第三季 那 就 和第一季 一样 Corecia 又是第一 今次第二 就是一个 新的国家 就是Turkey 第三季 也是Argentina 那 的话 第二季 relegated 就是 Spain 澳洲 和 阿伊吉利亚 那 澳洲 第一季 就是第二季 那 现在反而是 relegated 那 League B 就是Egypt Stofania 和 阿 好了 那 匈牙利 南韓 和 波斯尼亚 就升了 League B 看看香港 究竟升不升回 League G 都是不行的 香港 哎呀 都是表現媽媽 排第14 那就 32勝33 和49 虎 那 和台灣 都是 在同一個League 那 現在呢 都是會去 再simulate 兩個Season 究竟 看看終極的 冠軍 會是誰 好了 來到第四個Season 那 終於 那個Table 好像 感覺上正常一點 就是 終於有一對 是 真是世界排名比較高的 真是 拿到第一了 那 就是法國 今季就拿到197分 都是非常之高的 那 第二 依然都是Turkey 那 第三呢 又有一對新的了 那就是 丹麥的 那 那 relegated 呢 就是 欸 SERBIA 曾經拿過第三的 那 Italy 和 Yuguay 那 其實 對了 分數都不差 也有100分 那 League B 就是 澳洲 上回來了 阿爾及利亞 和 SENIGO 好啦 那 那 那 然後在日本就在League D 然後在NK上去League E 這裡就看看香港可不可以 在League H的時候,香港是排第11 42勝,31和,41負 正勝球就18,157分 但是台灣就是relegate 去到League I 順便看看下方的League 馬來西亞上去League I 依然最低都是這幾隊 又破了新紀紀錄 最低的分數是3分 0勝3和,111負 這個國家就是... 我不知道是它的設定還是怎樣 總之,無論如何都贏得到一場 好,之後到最後一個季節了 繼續進去 好了,終於來到最後一個季節了 那麽就... 嘩 嘩 這個桌子好像... 只是... 類似了South America 那麽 第一,第二 都是這個South America的隊 就是... 巴西和阿根廷 那麽 那麽 嘩 又有一隊是得到200分 那麽就是... 巴西 58 26 和 30 那麽 那麽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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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到頭三位 之前Korecia真的比較多 但是他近來的成績也比較差 所以就 我這次的冠軍決定是 頒給阿金廷 對了 看看其他 群組的成績 哥倫比亞 Kosovo和Italy 就可以升上去 League A 然後 Portugal 本來是在League A 現在還跌進去League C Japan 升上去League C 然後 Costa Rica 又跌了一層 League E 最後 看看 香港的排名 在League H 是排第九 雖然 應該是第一季 由League G 跌到了League H 但是 慢慢看到他在League H 有排名上 進步的之前老師是第14 慢慢地 去爬升 但是 最後還是未能夠 升上去League G 那如果 說 League H 的世界排名 應該是 我猜是 我猜是 140 左右 140 140 左右 可以看到 League I 馬來西亞 Macau 還有 這個 我猜是 這個 League J 最後 這幾個季節 一直看到 Soma 越來越差 嘩 他又破了記錄 只有兩分 搞什麼 不過 雖然他只有兩分 但是 他也不算是 失得最多球 失得最多球 是 Grum 是 失了695球 OK 不要緊 我們 重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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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-3 為何 我設定 5個C層 因為 本身 有一隊 是 第5個 League 我看 有沒有機會 升 第1個 League 就是League A 其實 我看 League A 本身 不是 頭20名 應該有 阿爾及利亞 阿瓜多爾 也不一定 然後 Synago 一定不是 這些隊 都是 可以爬升到 League A 還有CIV 還有第3 好了 今天 這條影片 到最後 之後 都會 試一下 其他的 方式 可能 還有這個 Groove Stage 或者 不一定是 打聯賽 可能是 Groove Stage 之後 再 Play Off 看看會不會 試一下 Symilis 這個 World Cup 這樣 好了 之後再見 記得 Like 和Subscribe 下次再見 拜拜